你,你不是走了吗? 你的办公室在哪里啊? 那边 当一个被职场狠狠伤过 在家朝不养小乌龟的宅男 被职场女精英被迫结婚后 才发现这原来一切都是她保护自己的保护哥 虽然只是情诗名义上的丈夫 但是杨华还是给足了情诗安全感 再久会情诗与她的青年的前男友相遇 杨华的霸气举动让情诗看见了她 她的不一样 毕竟曾经被前男友伤得太深的情诗 如今这么多年过去了 还是选择当一个不婚主义者 杨华比情诗小四岁 按理说像姐姐的情诗应该可以轻易地拿捏 但往往有些时候是杨华给予她建设性的意见 虽然两人初次的遇见又闹得不愉快 但是毕竟是要合作共赢 情诗帮杨华搞定随婚的母亲 而杨华则是在这几个月努力扮演好丈夫的角色 可就在固执不觉中 杨华确实愈发地对情诗关注 渐渐地从演戏变成了真情流露 其中一幕情诗被绿茶同事击付 双脚赤裸地回到办公室 杨华直接一个公主抱都看待所有人 那么对此 你喜欢杨卫许凯距离的CP感吗